其实旗袍盘扣 最初的时候 它是固定衣巾的一个作用 旗袍最盛行的时候 有知识的中产阶级 开始把它变成一个艺术表达 在30年代的时候 出现了很多精致的这样的一个盘扣 如果要这样的一个 具有技术和艺术 双重性的一个 扣子的传统技艺 就这样的失传了 我像是不是在很多年以后 我们的后人都会谴责我们 就觉得我应该去做这样的一件事 从你有想法开始 到你能把这个扣子做成 就是还不算它中间的一个时间段 它有9个步骤 你比如说我们有了这个设计念头 然后你必须把你的画稿画出来 当我这个画稿画成了以后 我就开始对我这个旗袍进行配色 这个旗袍它有滚边 因为你这个滚边和这个盘扣是一定要对应的 我个人不喜欢太繁杂的颜色 我觉得两三种主意了 做这个盘扣的时候 我会根据我的理解 来设计和制作能力 比如说我对24节气的理解 我在小韩时间就可以设计一副纳眉的盘滑扣 所有的线段按着你的尺寸量好之后 你还要把它盯出来 每个人我们都教到这一步 最后这个造型就是你的审美体现 每个人熬出来的都不一样 用棉花针丝来把我们想要的梅花 想要的其他的形式把它相见出来 最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定在起跑上